发廊里,女孩正在给男顾客洗头,洗着洗着,男顾客提出了想和女孩打个年糕的想法,女孩不愿 我不会 那你会什么 不许会洗头啊 老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苦口婆心地劝说女孩,女孩仍不为所动,她知道是时候给女孩上点手段了 女孩叫韩薇薇,一个可怜的女孩,一个叛逆的女孩,出于对逃犯母亲的思念 她只身来到南疆寻找母亲,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无感,母亲没有找到,身上带的钱还花得一干二净了 她蹲坐在汽车站的台阶上,饥寒交迫 恰逢老妈妈的店就在旁边,老妈妈看在眼里,她暗自咋舌 这个女孩无论是相貌还是身材都是完美的,是一棵摇钱树 她主动上前和韩薇薇搭话,两碗牛肉面让韩薇薇感动得无以复加 三言两语后,老妈妈知道韩薇薇涉事未深,可以下手了 她对韩薇薇说自己是开发廊的,你可以暂时到我店里洗洗头 攒够回家的路费,韩薇薇同意了 老妈妈的本意是,想一步步引诱韩薇薇入坑 怎料,韩薇薇态度坚决 这一天,正在给顾客洗头的韩薇薇肚子无故剧痛 这是老妈妈使的手段,韩薇薇昏睡在床上 老妈妈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大力 一针下去,韩薇薇愁眉舒展,飘飘一掀 不出意外的,她上演了 就这样,韩薇薇加入了打年糕大军 成为了店内的顶梁柱 也成为了老妈妈的摇钱术 听完韩薇薇的讲述 警花心中百感交集 她清楚的知道,打掉这个窝点破在眉睫 隔天,在韩薇薇的带领下 警方找到了洗头垫 也很顺利的抓获了所有参与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本案中最讽刺的一幕上演了 当警方询问犯罪嫌疑人 你的上家是谁时 犯罪嫌疑人供出了一个叫尹茗玉的女人 这个尹茗玉不是旁人 正是韩薇薇的母亲 本地最大的女毒枭 警方苦寻的源头 年轻人口 可如意 警方苦寻的 用膨脱